刚好最近给这辆Banzai的月仪做了一个改装 所以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它的改装的潜力 大家好,我是七叔 欢迎回到我日常频道 今天是一些RC内容 那么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一下Banzai系列的改装的潜力 包括是电机的选择以及齿轮的调节 还有就是这套小飞向X6的带有陀螺仪的扬容器的接收系统 它对转向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以及一些基础电射的知识 用创造的意见的长按点赞并关注 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陀螺仪的效果 我们先打开这个电源接通一下 接通之后可以发现这个车子 如果是有一个这样子摆动的运动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反推的效果 就是我往这边转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这样的反推 可以在我们比方说路面比较湿滑 飘移的时候 它会有一定的这样的转向的辅助 让你不会说马上失速这样转出去 而是向你弯的另外一个方向推过去 这样子其实也是一个飘移的动作 所以说陀螺仪一般用在飘移上比较多 但是用在拉力或者越野上也可以尝试一下 这一套动力使用的是超越望的3650的电机 然后是3100KV 选择这样的一个KV数 其实为的是后面它有一个更大的扭力 并且这个电机主要是为了给后面大脚去改 先放在这个月上给大家看一下 转速方面的话 3100KV加上7.2V的2S的话 转速和之前的有刷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那电条呢使用的是一个60A的防水电条 这里再顺便分享一下马达的KV值 比如说像这个3100乘以你的电压 就是它可以达到的急速 如果你是2S的话 大概就是7.4V的电压 如果是3S的话 大概是11.4V左右的电压 那大概以此类推 你可以得到你一个大概理论上的最高转速 那再乘以你齿轮的这个比例 就能得到它实际的速度 或者说你以你之前的这个转速 和现在转速的比值来换算一下 大概就能得到你性能上的一个变化 当然如果说这个齿轮比较非常高 然后阻力非常大的时候 不仅是你这个齿轮这个极限 包括电条的供电各方面的极限 会约制住这个车子的急速 基本上你的电条这样能满足电机的 这个供电的需求 都能达到这个理论值的上限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动力系统的时候 不仅要考虑到KV值 也要考虑到电条的供电能力 以及齿轮的比例 还有轮胎的大小 这是一个系统化工程 大家可以自己去仔细的研究一下 那么相对来说3100KV 会更加适合大脚一点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未来也会移植到大脚上面 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使用效果 最后这个接受机 是放在它半开方的接收盒里面的 所以说整体上来说 在防水性能上一定提升 在斗机方面使用的是一个南谷的舵机 这个是25公斤级别 金属的舵机 这就是这一套改装的一个结果 相对来说 这个在一个速度 还有爆发力上有一定的提升 但是急速上面的变化不会有太大 更多的是为了一个更好的线性 和一个更强的爆发力 在泥地里面的表现会更好一点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整一个改装过程 首先要取掉电池 然后打掉这4颗螺丝 并且翻到背面来 把这4个大的螺丝打掉 把这个板拿掉了 把这3个小螺丝拿掉 这前面也是4个螺丝打掉 并且把后面的这两颗大的螺丝拔掉之后 整一个后面的锅箱就可以拆下来了 包括是两个百臂 还有狗骨可以分离 整一个后面的驱动结构 拿下来之后 前面只要把这4个螺丝打掉 并且把下面的4个大螺丝打掉 这个上下可以分离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 为了把中间这个传动轴取下来 因为传动轴取下来之后 中间这个马达的基座 是通过后面这3个螺丝拿掉的 那这个基座拿出来之后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齿轮的尺数 比如说原厂默认的是TR2 就是在TR2这个轴距上面 把螺丝打上换上马达 或者说你是T24的 T16和T18的 它都有一个对应的位置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 更换不同大小的齿轮 来实现一定的转速比的调节 另外原本这个车子的很多走线 是从底盘底部 通过一个支架按住的 但是无刷的版本 线条会比较粗一点 而且线也多一点 所以说选择了一个 从上面走线的方式 这个支架也做了拆除 舵机也是原位安装 电条是刚好的安装到了 原来的集成电条的位置上 但是接收机放在了 它预留的盒子里面 可以做到一定的防水 和防尘的作用 这里为了提升 它转向的一个稳定性 包括是它转向的反应速度 在舵机保护方面 我螺丝会打得紧一点 操作时候也要更加小心一点 如果是剧烈的撞机的话 其实就会有一定概率 损伤到这个舵机 那么整体改装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我花了差不多54分钟的时间 包括是看说明书 和研究一些卡位 包括研究一下怎么去换齿轮 包括齿轮这类位置调整 也花了三次 所以说如果说你看完这个视频 然后加上你自己比较熟练的话 我觉得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 做一次马达会电机的调节 都是非常快的 但是相对来说 比起很多底盘 它是一个侧重于防尘和养护的结构 你可以看到我玩了两三次之后 所有的齿轮前后这些区域里面 都是非常干净的 齿轮上也没有任何的磨损损现 因为它使用的是一个碳钢的齿轮的 这样的磨损和受力上面 会有比较好的表现 其次就是防尘和防污的能力也比较强了 原厂其实玩水问题也不大 主要就是它那个接收机 和电条合成的那个东西 你如果遇到水的话 最后用完之后 要尽快的进行一个清理 另外这个系列除了这样的越野之外 通过改变百臂的几何的尺寸 它还有一个房车的版本 会更长一点 于前后的保护 然后更低趴一点 其次轮子的宽度也会更收容一点 另外还有一个底盘不太一样 并且避震形成 加大很大的一个大脚版本 也有很多小伙伴已经买了 以后跟我反途了 说这个感觉特别不错 这辆车的姿态表现 现在之前的视频已经做了一个简单的分享 首先就是它是一个很低中心的车子 它有一个很好的高速稳定性 其次就是上次测试的时候 第一视角的时候 在后面背了一个运动相机 它在尾固有一个比较大的重量 大家如果说骑行摩托车 或者有拖挂房车经验都知道 在后面增加重量 其实会增加整个系统的不平衡性 拍到第一视角会有一点晃 主要原因是因为后面背了这个摄像头 既然是一个电视的展示 自然就要给大家来看一下它上电的效果 那我们首先来开机 然后打开遥控器 这个时候 它佛罗已经开始工作了 我们开始加油门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在我的主页还有更多RC和油安资讯 我是您的七叔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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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